欢迎收看新闻快讯 美国宣布对俄罗斯实施新一轮制裁 制裁对象首次包括俄罗斯总统普廷的两个女儿 除了普廷的女儿 美方还将制裁俄国外长拉夫罗夫的妻子和女儿 白宫宣布俄罗斯前总统梅德韦杰夫 和俄现任总理米书斯金也将受到制裁 报道还说俄罗斯最大的两家银行 俄罗斯联邦储蓄银行和阿尔法银行 也将首次受到全面制裁 俄罗斯军队在乌克兰布查证犯下残暴罪行 乌国检方表示正在调查俄军涉及4000多宗战争罪 数据显示俄军入戚以来估计有165名孩童丧命 而截止到昨天乌国正在调查的战争罪状高达4468宗 而且每天都会增加数百宗 乌克兰检察总长维涅迪克托瓦 昨天在布查证召开记者会时 形容这一座小镇惨遭地狱般蹂躏 誓言惩罚那些没有人性的人 特斯拉首席执行官马斯克购入Twitter 9.2%的股份 并成为Twitter最大股东之后 一些共和党人要求马斯克恢复前总统川普的Twitter账号 马斯克本人就是一个狂热的Twitter用户 拥有8000多万粉丝 他经常以犀利的言论在平台上引发关注 他最近还严厉批评了Twitter的政策 因为在他看来这阻碍了言论自由 马斯克成为Twitter最大股东的消息很快传开 共和党议员贝波特昨天在Twitter上写道 现在马斯克是Twitter的最大股东 是时候取消政治审查让川普回来 通用汽车和本田汽车宣布 两家公司将扩大合作伙伴关系 采用新的电池技术生产经济实惠型电动车 据相关人员透露 合作项目将利用通用汽车的下一代 Aldium电池技术 生产低价电动车预计将于2027年上市销售 通用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巴拉表示 通用汽车和本田开发的车辆价格预计将低于3万美元 并计划在2025年前将电动汽车产能扩大到200万台 目前特斯拉最便宜的车型Model 3 在上月涨价之后 售价为46,990美元 比3年前贵了34% 这让通用和本田合作开发 Apple Mac Pro 升级后的MacBook Air等 民众公司计划 为开发者提供会议和实验室 让他们了解在活动中推出的新功能和软件更新 此外还将有一个传统的Swift学生挑战项目 活动将有更多的信息会议 更多的学习实验室 更多的数字休息室 来与会者互动 以及更多的本地化内容 请继续锁定新闻快讯 掌握新闻的最新动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